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讓他砍砍而談 來… 來… 那時候是丸子的時候 就是主持 那時候我大學一畢業 大阪一畢業我就 就是進入了丸子團體了 對 後來那個時候就是 你那時候是領軍啊 對 我那時候是那個 你是團長 團長 對… 他裡面他年紀最大 對啊 那個時候我二十五歲 所以難怪你是團長 可是就那一首歌 我們也是小時候每個人都會唱 可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有紅耶 有紅耶 有啊 完成的時候有紅了 而且其實我曾經 你們有在西門町簽唱會過對不對 對啊 差不多 我曾經走路經過 真的假的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任何什麼 買專輯什麼的概念 完全就是走過去 然後就這樣看 然後就看… 妳為什麼去西門町沒有跟他講 一定是有大人帶我去 我不可能去西門町 但我就是經過才知道 什麼叫做簽唱會 然後就原來這個是明星 就我那麼小的時候 那時候丸子還不錯啦 還不錯啊 真的還不錯 就是那時候我就覺得好可惜 因為自己的一些個性 人生永遠在做錯誤的判斷 真的是鮮肉耶 那個時候 很歐爸感覺 那時候在韓國當練習生 對 練習生那段日子 對你來講這個也是嘛 對 算是有點悲傷的 那時候很苦 因為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真的沒地方住 我只睡人家沙發 沙發外起來的話去就是去練習 後來他們就是一對話就直接罵人 我那時候就完全就是被壓抑的 後來有一次我記得 我好像是為了一首歌 我去錄了 我只是給他一些我的意見 他就把我出去帶出去 告訴那時候冰天雪地的時候 不能有意見 他就不能有意見 他說你完全沒有給我台階下這樣子 他就直接就是抓過去 抓到那邊我就啪 你應該叫白目 直接就打了 直接就一巴掌下去了 都是為他好 對… 那你是給了什麼建議呢 大概 我是說我覺得那邊的Pitch 我可以再去唱一次嘛 因為他們想要用調的 我說不要 我說我想試試看 再給我一次機會再唱一次 這樣也還好啊 對啊 不是很嚴重的 可是是說他覺得太多人這樣去 你不應該對他提出質疑 對… 所以說我就這樣 這樣我懂了… 以後你只要在人的面前 跟我講一些有的沒有 沒有 就給人家 給人家 沒有 說出來啦 必須的… 不要暴力啦 為他好嘛 為他好 沒有啦 可是在那練習生很妙 是碰到Color的團員 這個是幹嘛 他們當時也都是練習生 現在很紅很紅了 這個Color是什麼 Nicol… Color是一個女生團體 女團 對… 很紅啊 很紅 再來 日本也有你的蹤跡耶 對啊 因為說我在日本讀書的 全都是我的班級 全都是我的同學 剛好他們就來到我家 最好笑的是來到我家的時候 竟然我家是有鬼的 什麼意思 就是我住在我家兩年 都不知道那邊有鬼 因為我去的時候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 但我老是覺得 房子裡面有人在飄這樣子 可是每次同學來的時候 他可以感覺到有鬼在那邊 他沒跟我說 等到我要搬的時候才知道 有一天我要搬 他就忽然從這個櫥窗這邊 一打開門 漸漸的往我的耳朵過來 帶著一個小孩子 抓著我的脖子說 行不住 行不住 什麼意思 就是不要走 不要讓我搬走 因為我要搬走的時候 他忽然叫我不要搬走 不是 你非得要找一個女鬼帶著小孩 叫你不要走 所以是 那鬼是你的狂粉 不是 因為很妙事 因為樓上面是有彈珠 我才知道樓上有媽媽帶著孩子 自殺死 會有怎樣 沒有 他覺得 沒有…因為那種時候 住的時候房都沒跟我說 你真覺得這世界上有鬼嗎 不是 憲哥 我真的聽到他的聲音 在我的耳朵是 這樣子 你可能看了很多電視劇或什麼 然後就會有這種 就跟我們視覺 都會有一個後向也是一樣的 就可能看AV看 一大語唸錯跟著一看 什麼的 如果是AV應該會 耳朵旁邊 耳朵旁邊有人在講 OK 沒有 沒有啦 真的啦 憲哥 那真的 好吃 好吃 美食節目 很多美食節目 美食節目… 真的 那時候還滿恐怖 可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都滿好玩的對不對 你自己檢討一下 你這十年 我覺得我過得滿痛苦的 因為解散完了之後 大家都把我忘記了 那個時候我連一個節目 都沒辦法上 但時間我沒有想到 我會簽給憲哥 那個時候每次去你的節目 我都不敢講話 那在2018年的時候 他的表演 演出 是讓我個人驚豔的 他玩很大 就很好笑 然後收視率3點多啊 對啊… 所有人反應 綠茶原來可以這麼好笑 他這麼… 你為什麼沒有利用那一波 這樣歌扶搖而直上呢 有啦 就跟老鷹一樣 風一來你隨著氣流就撐上去啦 有啊…現在 現在2019年就衝上去 你沒有 有啦 我在等去玩很大 我就要衝上去了 你為什麼要等 我現在一直在爭取啊 我有在爭取 對啊 像今天在節目裡面 你就太冷了 沒有太冷 因為剛剛回到十年前的時候 在小學時自己還滿痛苦的 你看 一個成功的人 是有原因的 是有條件的 失敗的人絕對有原因 有沒有 不用等待 綠茶 2019好好加油 我會的… 謝謝憲哥